天氣忽冷忽熱流感疫情持續上升 根據機關書統計 上週類流感就診達到77444人 比前一週增加16% 並且新增14例流感併發重症 確診病例 無例的死亡病例 其中有年紀比較小的是一位 東部5歲的女童 跟北部13歲的女童 兩位都是罹患流感之後出現肺炎 不過目前還在住院治療當中 他們兩位都沒有接種本季的流感疫苗 上週新增的死亡的5位個案 也都沒有接種本季的流感疫苗 機關署提醒流感疫情即將進入流行期 元旦假期將有小高峰 目前公費流感疫苗還有19萬劑 符合資格的民眾儘快施打疫苗 除了流感上週也新增5例 腸病毒併發重症 其中2例是感染腸病毒第68型 目前仍在住院治療 而9月到現在已經出現8例的感染腸病毒第68型 由於臨床表現與其他腸病毒不同 家長需要多留意 他只有感冒症狀 呼吸道感染症狀 所以你看到一個呼吸道感染的 特別是小孩子 如果發現他手腳開始實現一些無力的現象 不靈活 走路不靈活 常常容易跌倒 怎麼樣 但這時候可能就要帶來醫院給醫師看一看 是不是有可能急水發炎的現象 腸病毒第68型 目前沒有疫苗藥物可預防治療 有效方法還是勤洗手 少往公共場所 另外明年起年滿1歲至小學前的幼兒 都可免費施打A型肝炎疫苗 保護力最長可達40年 預估有20萬名幼童受賄 大家尋用黃金庭檢園及台北報導 臭丁 室容詞 透明 中國 受賞 Rom 华 鄊